无念既是功,无相既是德 今天你帮助别人 你有求还是无求 有念还是无念 这要看你的心 有求有念 就是希望自己付出的能得到回报 打比方说 你在单位里帮助同事 你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能帮助你 这叫有念 你是有向的付出 你的念头不是空的 你付出一分 要看到一分回报 你付出十分 要看到十分回报 这种就是我们讲的施恩图报 我今天帮了你 以后我在工作中 你也要帮助我 哪天你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 你的烦恼就来了 因为你有所期待 你有念啊 你的念头没有空掉 你对自己的付出 你都期望有一定的回报 你已经着象了 在现代化的时代 很多人缘分的改变 就是因为他抱以期待 我对他好 他也应该对我好 我帮助了他 他要回报我 一旦这个结果不是他预期的 就会出现缘分上的改变 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做任何利他的行为 要以无念的心为之 我帮他就帮他了 帮过就过去了 要无念 没有任何念头 我付出就付出了 无念的付出是有功德的 你今天去度人 没有想得到对方任何的回报 你的发心很干净 没有任何念头 无念的 你说有没有功德呀 师父告诉你 功德无量 功德就是从无念无相中得来的 师父这么拼命哄法 师父什么都不求 那你们说 师父有没有功德呀 师父如果没有功德 就不会有这么多法身去梦里加持你们了 做任何善事功德 念念无念即为功 念念无相即为德